5月22日一场奢侈品秋冬大秀在上海隆重举行 姚晨 安义轩 天心 百心惠等也是盛装亮相 一席黑色连身裙点缀白色蕾丝边 当晚的姚晨也是净显妩媚的女人味 值得一提的是酒味露面的好莱坞甜妞杰西卡二八 当天也是压轴亮相 黑白色的套装也是净显优雅气质 女神嫁琳果然气势逼人 难怪在现场掀起了振振尖叫声 大秀当晚热播综艺节目奔跑的兄弟 也是播出了姚晨担任嘉宾的那一期节目 万吉大摇在节目中的表现 一向颇有女汉子气的姚晨 也是大呼惨不忍睹 莫非是遭遇了可怕的私名牌环节 让她至今心有余悸吗 我觉得可能惨不忍睹 就看了就知道了 我一会儿想回去看一下重播 现在没看着 被私名牌撕得很惨啊 私名牌可能还好一点 我觉得最惨的是中间的游戏环节 最大的感受就是 参加综艺节目真的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不单只是玩玩 还需要一份责任心 这个还挺没想到的 然后也没想到会玩一个这么 变态又残忍的游戏 这变态又残忍的游戏 看来是真正伤到咱们的大摇了 好在姚晨在录制时 有大黑牛李晨这样的中国好队友 乔乔立刻霸气的谁都不怕了 就跟李晨最熟 所以说好在是我们俩分在一组 有大黑牛护身 就是谁都不怕